说起这鼠脸阴兵啊 可要追溯到十年前 据说当时的战乱中 有无数死掉的士兵被弃尸荒野 他们的尸体被老鼠群啃尸殆尽 四处飘荡的阴魂 只能和老鼠融为一体 化成了鼠脸阴兵 有意思 那后来呢 终于来了个有钱的主 每当有人作恶 他们就会引来天前 惩罚恶人 前些天神府突发大火时 就遭有鼠兵之际 是真的 不会听说过 神老爷可是出了名的大善人 他怎么会遭天遣啊 谁知道他暗地里做过什么坏事 你可知 那些鼠脸阴兵是从哪里来的 我当然知道 不过我得先考考你们 谁能猜对了 我有赏 我猜是从地下钻出来的 怎么会有那么大的鼠洞 况且案发的地面并没有被破坏 那就是大风刮来的 要是有那么大的风 其他人还不都被吹跑了 世上怎么可能有鼠脸阴兵 是你小的瞎编的吧 是啊 那天晚上好多人都看见了鼠脸阴兵 不信你们却打听大调 这事我听父亲说过 只是他也不知道鼠兵是怎么回事 等听完了 回去好好跟他炫耀一番 你快说说 鼠脸阴兵到底是从哪里来的 上钩了 这个嘛 说来话长 不好不好 各位 我还有正事先走一步 怎么敢天在 你别走呀 还没说完呢 我刚想起来 其二爷让我五十去给他说书 去晚了我的十两银子可就泡汤了 那你也得说完再走啊 老许 我都免费说了一上午了 要是再不去挣钱 就得喝西北风了 你等等 你把鼠兵的来历说清楚 我给你十两 可是亲二爷那边 二十两 躺真 我家小姐可是刘侍郎的千金 还能骗你不成 好 既然姑娘这么有诚意 那我就接着说 其实那鼠脸阴兵 根本就不是真的 人们看到的鼠兵 多半是强盗 匪徒 为了掩饰身份假扮而成 那日 火灾始于夜里 自是灯火昏暗 形势混乱 只需一人误认为 盗匪是鼠兵 以讹传讹 众人很容易 就会信以为真了 所谓三人成虎 便是这个道理 原来是这样啊 竟敢砸我的厂子 喂 你整天跟着我盗条干嘛 也没什么 只是想问问秦兄 昨天的事 考虑得如何了 又是靠近屋尾 你少来威胁我 我还有一个病猪肝 换十两银子的妙招 大家可想知道啊 好啊 好啊 好好好 我给大家说啊 这位兄太 借一句说话 怎么走了 散开 散开 快出去 这里危险 快闪开 是你 幸好没事 快跑啊 你心碰到他了 你们快出去 小姐快走 坐好 这 这 完了 小姐 小姐 你怎么了 大家不要慌 小姐 友情脚离 小心脚下 小姐醒醒 小心小姐 小姐 快醒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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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醒醒啊 快醒醒啊 痛好晕啊 吓死我了 别磨蹭了 快点出去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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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面还有人吗 还有人吗 来 这边走 喂 你在哪儿啊 我来救你 喂 你在哪儿啊 我来救你 我在家 喂 你怎么样 喂 你怎么样 哎 你坚持一下 啊 啊 这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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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没出路了 只能喘出去了 走 走 是你 又是他 他不是灯灰上救我的金无味吗 难道 难道 喂 没事吧 还能动吗 没错 跟画本里的英雄就没一模一样 他 就是我命中注定的大英雄 我说 我说 你不会是被烧傻了吧 说话呀 英雄 你又救了我一次 我们真是有缘啊 嗯 你没事就好 芷儿 你没事吧 小姐 快过来 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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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芷儿 你没事吧 嗯 真是多亏了金无味呀 老夫人您客气了 哼 哼 算你小子命大 好 秦明哥哥 你可来了 哎 刘小姐 昨夜 秦明哥哥 外面都在传 爹爹做了伤天害理之事 才招来天江雷火 你一定要为他喜庆园去啊 刘小姐 你别急 我们正在找线索 刘小姐 你可知昨夜丢失的箱子里 所放何物 什么箱子 就是藏在那里的箱子 嗯 没见过 那刘大人呢 他一定知道 爹爹在火灾中受伤 一直昏迷未醒 这些贼人真可恨 你别难过 我秦明一定会将他们绳之以法 这里的线索就这些了 接下来随我去城外查一下蜀兵 和那妖女逃走的踪迹 呼来喝去的 把我们当什么了 你自己去吧 我们还没查完呢 哦 这么说你是查到些什么了 当然 我们怀疑昨晚大火和灯会一样 是老鼠纵火 而贼人的目的 就是木箱 不用查了 这里没有火药 灯油等易燃物的痕迹 不可能是纵火 你不会连这点常识都不懂吧 常识破不了岸 哦 大人 顺着箱子 或许能查到贼人的动机 这不是普通的盗窃案 偷箱子 只是为了制造蜀兵盗宝的传言而已 你们不要为假象蒙蔽 找到蜀兵的踪迹 才是破案的关键 我看荆大人根本就信不过我们 既然这样 不如分头查好了 少得有人碍事 你 荆大人 那箱子的位置 在主宅布局上极其特殊 所藏之物恐非寻常 如果放置不查 怕是会遗漏线索 影响破案 看布局 只要人一个看布局 一个瞎揣测 哪有办案的样子 我想起来了 说起布局 有一个人也许知道箱子里是什么 谁 就是金武威六相司的南淮安大人 我家建造藏书阁时 是他给看的布局 如果箱子里的东西和布局有关 他应该会知道 南大人 既然丢失的箱子有了线索 我看还是先去找南大人要紧 看来他们是不照南墙不死心啊 让他们碰碰钉子也好 既然你们坚信事物里有线索 就去找南大人问问吧 问完速来城外找我 不要浪费时间 听说你受伤了 现在好些了吗 伤没事就是气不顺 我带了全城最好的糕点来 大家一起吃吧 你们怎么都不说话 我们刚刚讨论完案子 有点累了 这样啊 我听说东市戏班里来了为西域的法师 变得戏法可神奇了 你们要是累了 不如去看看戏 放松一下吧 什么时候了 哪有信心看戏 去 跟他去看戏 还不把人都吓跑了 西域法师 刘小姐 嗯 你可知这西域法师是何时来到京城的 嗯 好像来了大半个月了吧 这个时间跟雷火案恰巧吻合 你怀疑法师和七煞没有关 我觉得既然有疑点便不可失察 不知京大人意下如何 那就去看看吧 那还等什么 走 快走吧 客官您坐这儿吧 里边请客官 各位客官里边请 秦明哥哥 你坐前边 京大人 坐前边更方便找线索 哼 刚才好像吵起来了 大家为了天下太平 克尽职守 咱们也要做好祈福的事 叫你陪本宫来 也是为了让你给刘大人祈福 希望他尽快醒来 多谢娘娘厚爱 小指一定尽心协助娘娘